哈喽 同学们好 这个 电器见过吗 相信 有部分同学见过 有部分同学没见过 是吧 这是一种 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 他这里有一个喇叭 也是扬声器 扬声器就俗称喇叭 是音乐系统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器件 所有的音乐 都是通过扬声器 发出声音 传到人耳的 它是一种 将电信号 转换为声波的 电声器件 他在电路头顿的符号 就是 这个 符号来表示 喇叭的这个图形 这个喇叭的主要结构呢 啊 我们看 他身上呢 就是一个 倒翅板 就是磁铁 啊 黄形磁铁 然后呢 下面就是倒翅板 啊 这是纸盘的支架 这里面呢 是纸盘 这个是线圈 节点 线圈节点 这两个线 线圈节点 就是 这个 音频信号的 接线端子 这些端子 如何判断这个扬声器的好坏呢 实际上呢 也很简单 我们看 他在这个 喇叭磁铁上面标了有 8欧 这个字 这是标称值是8欧 这个8欧 实际上是表示这个喇叭的交流走抗 那么我们用 放那表 电阻档去测试这两个端子的电阻值 应该要小于 这个8欧 因为测出来的是直流电阻 这个8欧呢 我们要搞清楚啊 他是表示交流电阻 交流阻框 我们用万能表在这边两端测试出来的是直流电阻 要小于 8 如果测出这两端的电阻值 无情大 或者接近于零 那都证明 这个喇叭 已经损坏 我们就要更换一个 更换一个就可以了 没关系 这边有电阻值还能够 在这边货帽纸中 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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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CON drama 感谢观看